哎呀穿上衣服 哈喽 大家好呀 我们家不是没柴火了吗 完了我叔今天就在家 批柴火了 走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柴火 还有呢 原先 在我视频里大家看到都在这儿 放着了我们家批好柴火 今天我叔又批了 当时是买了一车 花了1500块钱 然后冬天留着烧 帽子戴上 红的帽子戴上 今天我叔用爬里拉过来一些 现在准备把这儿兜给拉了 拉完之后还要再剔 剔开 我们家是20平的采钢房 就这1500块钱的这个柴火 冬天都不太够烧的 主要就是烧塔 不够吧 不够吧叔 那烧一栋钱一年还是不够 一年肯定是不够 只能那些柴火只能烧一栋钱 那不得怎样的罗 这那么浪 我们看一下我们家那个台货有多少1500块钱 这就是烧台货 完了要是烧煤的话5000块钱 有吗 有今天煤差不多1000一顿 今天煤还贵 大家还想抄抄着 那个说我们这房价便宜 然后想在这买房 过冬了买房来体验一下子的 房是便宜 但是你冬天生活成本 在平房里边住就挺高的 要不就烧煤 有办法买柴火 要不就买柴火 买柴火还得批 对不对 都在这 我们家这个柴火就在井样干 对对 大早上我说从镜上回来之后呢 就在这边拉柴火了 拉走原压这么高的 把这些空的拉了这么多 这些柴火都是 都是人家房子拆的吧 他们搭那个木耳架用的 你看上面可多钉子 用这用这烧炕 烧锅的话 烧完之后得再掏掏灰 能掏出来可多钉子 都是这老钉子 爸回来 小伙伴回来快跑 这边呢是专门给羊买的这个豆干 完了每天都从这儿整出来豆干 然后先羊一下 完了喂羊 羊吃完的豆干呢就烧锅留着 他家没人住 只有夏天的时候完了在这边住 冬天都不在这住 之前就是他家兔子被那个山猫子整走好几个吧 兔子在这不冷吗 比屋都老了 比他那屋里都老了 他那屋里阴冷 这可热火一周海里头有热气的 冬天不是晚上不冷吗 晚上不冷 他喘着气的上着爽 他喘着气 他有叶气冒的 哎哎你起来 帮帮你干嘛的 咱们家兔子好小呀 还有大的 有两个大的 这就是东北的草胚房 板家泥房又叫 这他夏天也不在这住吧 是吧 我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打不开 从这儿瞅 就是这样子 里边放的都是一些杂物 这里边板家泥 还有草 还要给他清清呀 太厚了这个 为啥呀 为豆干呀 包包又过来了 哎你干嘛你小包 不行讨厌啊 不能讨厌 小包说我想跟他近距离接触一下 他还怕几条